嘿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TRI 费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既然我们叫做日利交易和投资的频道 那当然不能忘记我们 也就是刚刚过去的4月15日报税日 那当然在美国你是可以延期报税的 请跟你的CPA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克林娜本身不是你的CPA 也不是你的投资顾问 所以呢在这里我只分享我的经验 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一直在问我说哇这个报税要怎么样去报呢 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满足我们的TTS 也就是Trader Tax Status 这些的Qualification到底是怎么样的 甚至说那明年我应该去怎么样去做呢 那正好是在这个Tax Season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以4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的DayTrader到底如何去这个File 这个Tax和这个Deduct所有的这些Expense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是长线Swing Trade 或者是投资人的话到底我们的Capital Gain是怎么样的 那第三个呢 如果你去年有一定的损失在Stock上面 应该我们如何去做如何去这个报税 那第4个什么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 大家应该去成立一个公司 专门做这个日内交易或者是Day Trading 那好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我们聊聊第一个问题 因为呢我的学校本身也是教你做日内交易的 我也本人不是特别喜欢做长线 因为以前受过长线的痛 所以要绝对跟他远离 我觉得做长线投资呢 基本上你是一个投机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就是像买了一个Valtery 就是觉得说这个钱放在那边 你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 这样子的话我才愿意去投资 甚至在你生活中 比如说人家投资个什么Restaurant啊 或者是投资一个什么项目啊 你给他个什么5万10万的 那这个情况下你会觉得说 OK这个钱我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这种呢我会考虑去投资 而且我看都不会看 简直就是买了一些 以前买了一些crypto 放在那边看都不看 我直接就会卸载那个软件的人 所以呢但是作为日内交易来说 你一定要盯着 那就是说我们盯盘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到底这个TTS 在LS上面写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用最简单的语言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怎么样的人可以qualify 你有这个资质和这个资格去申请 这个个人的TTS 听准了是个人 也就是说你没有公司的情况下 怎么样的人还可以是qualify一个trader 你可以去报税的时候有一定点优待 那第一个就是说你每天交易的时间 它基本上是要求大概5到6个小时左右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名门写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720个交易 720个交易是怎么算的 那如果我们是交易option的话就非常的赔 有的时候我是交易option非常的多 因为一个星期交易一次两次 你这样算起来的话 不就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吗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这个做多或者是做空 你是买卖股票的这一类的话 那可能就会一天买个几千个几万个 来一买一卖的话 它算你一个交易 当然你要是买 比如说我们买1000个NVIDIA OK那只算一个交易 你要买一个NVIDIA 那也算一个交易 所以它整体252个交易日算下来 你整体有没有720个交易 它会看你这个 那再接下来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这个个人的trader 在税金上面有一定的减免是哪些地方你是可以detect的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你的computer 就是很多很多的monitor 像我的office和家里的都有 就是很像一个很专业的那种 那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达到的这些要求 你是可以一定的as a business 你好像可以抵税的 但是在这里它有一个非常坑人的要求 我是觉得它呢 一定要225个交易日里边 你一定要交易75%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定要交易189天 那我们说是190天以上 你都有交易 那有的时候没有交易 那没有好的东西 我怎么样去交易 对吧 所以一般能满足这个tts的要求 去抵掉你这些电脑的费用 或者你是做空 或者是borrow fee啊和这个fee啊那个fee overnight fee啊 或者locate fee啊 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满足这个tts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是交易option的话 对于这个就可能没那么容易去满足 还有的人就是我本人一开始的时候 几年是喜欢盯盘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两到三个小时差不多 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还要带学生还要做自己的business等等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 但是你不用担心 听到最后的话我还有办法来帮你 那第二个我们来说这个长线投资和短线投资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swingtree 就是今天你买了一个NVIDIA 你到明年去卖的时候 那这个报税的时候是capital gain的这个tax 每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 基本上都是10%到15%左右 所以就是你要hold住一年以上 他才会这个tax比较少 那如果所有的小于一年的 比如说日内交易或者是swingtree 五天的十天的三个星期的 这种所有的交易的话 都是和你个人所得税一样的 如果你是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税的这个篮子里面的话 那可能你就会背首了37% 39% 38% 40% 都是看你们自己的整体的收入来这个报税的 好那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如果你去年不幸在这个股票这个stack上面赔钱了 那赔钱的话比如说你赔了3万块 那3万块的话我能不能把这个3万块在今年报税的时候把它抵掉呢 答案是不能你只能抵3万块 3万块你只能抵3千块 3千块我重要的事情又说三次 就是说每一年你最多呢在这种capital loss上面只能抵3千块 但是呢你这3万块就会一直一直的就是carry forward 就是明年你可以再抵这个27000中的3000块 后年你再挤这个23000中的3000块一点一点的把你的3万块钱的损失呢 一点点去减少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那如果一直每一年都在增加你的损失的情况下 这个就希望大家就去做别的事情了 不要再做这个交易了 那当然做交易的话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有screen time 所以呢才会有这个tts这个要求 那最后很多小伙伴问我说 那是不是开个公司去报税会更好呢 嗯答案呢是 那开公司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种 请跟你的律师或者是cpa去这个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Colina本身呢是已经在做这个很久很久也是非常熟悉的 大家都说去申请llc 大家都说去申请这个c corporation或者cs corporation 到底如果你今天去申请了一个公司的话 对你这个交易有没有任何的好处呢 答案是有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做只有一个这种交易的话 那可能就有点不是那么的划算 但是如果本身呢你是一直拿w2没有任何的independent contractor 就是那种拿1099的这个性质的话 其实开不开公司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 那你要是拿了很多1099比如说这边一个passive income 这个地方你做了个项目给你钱 或者你卖了个房子有给你commission 你卖了个保险会给你怎么样 现在你做了一个youtube 给你很多的这些广告费啊等等 你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income的source 这种来源的话 那这种的话那就建议你 他们都给你的是1099 就建议你呢去开一个公司去整体的管理 包括我们的日内交易的这些税金 那在这里呢其实有LC有C Corporation和这个S Corporation 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C Corporation呢 它是一个其实是在美国外国人唯一能开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公司 那S Corporation和C Corporation呢 其实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S和这个C S Corporation你自己是和你个人报税的时候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棒就是你个人的损失或者是公司的营收 你可以一起去报税的 那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有100个这个shareholder而已 但是如果你的公司以后要是朝着上市的有很多很多shareholder的话 那你可能去选择C Corporation会更好 那大家都很喜欢这个LLC呢也是最近呢是非常盛行的很多hedge fund啊 很多那个基金公司呢都比较喜欢这种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那完全看你自己它的报税形式呢和这个S Corporation呢可能会比较相似 那当然详细的你一定要去问你的CPA和你的律师哦 那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做日内交易也建议到了一个程度 你去盈利的情况建议你去做一个公司去帮你去报税 就是由于你可以抵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我是觉得既然呢你是生活在美国 那当然就是要觉得自己能付税是一个很自豪的事情 如果你税付的很多的话 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benefit 你的credit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等等 这个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会买房子啊买车呀 都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那如果如果今天呢我们谈说你是外国人 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其实外国人你也是可以申请很多的券商啊 比如说像intep broker 现在新开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券商 那就不用考虑这个美国的税金的问题 其实也蛮香的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美国的居民 哪个地方是一个天国一个heaven可以省税呢 Puerto Rico 就是很多交易员都去的地方 在某种情况下你是那边的定居者的话 他们有很多的要求 那应该是叫act60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感兴趣的话 但是好像你一定要住在那边六个月以上 你还要有个房子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搬去那边了的话 你的income tax是零零 这很厉害 有点像应该和singapore差不多吧 所以那这整体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这个tax season 所以有这个在报税的小伙伴呢 希望大家不要太stressful 那整体呢跟大家分享了所有关于美国税金 或者是外国 或者是在哪里美国比较是个tax heaven的地方 那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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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